跟著地上軌跡 自動化機器人 掌控全廠倉儲物流 善用低延時高頻寬 多連結的5G網路 事半功倍 冷鏈運送使命必達 同樣透過即時系統 掌握貨車每一站點狀態 5G網路的高效率 現在已經延伸到生活各大角落 高官最近很夯的什麼元宇宙 或者是這一些所謂的物聯網 甚至還有一些什麼VRAR之類的 他都需要這一些高速傳輸的 寬頻網路 所以在這個需求之下 他當然就會帶動 這一些5G的應用出來 5G網路建設普及 電信業者搶工家庭 愛立性行動趨勢報告分析 全球已經有239家電信營運商 提供FWA服務 占全球電信營運商77% 預估2026年 全球FWA用戶數 將成長3倍以上 來到1.81用戶 贊成體行動數據流量四分之一 把人也看好台廠5G FWA產品 今年起出貨將會倍增 我簡單來講 你就是你們家裡 每個家庭裡面 大概都會有一個所謂的 那種無線的接收器 你可以把它想成FWA 它其實就是把過去那種 無線接收器做一個升級的動作 那升級的動作 為什麼要做這個升級 因為很多的時候是因為什麼 我可能要打電動 我可能要看電影 這些會讓什麼 當我一升級之後 我可以讓我這些傳輸的速度更快 然後延遲的效率更好 就是我更不會延遲 受到疫情影響 2021年關鍵IC缺貨 影響整體出貨 也主要電信營運商推展用戶進度 今年缺貨情況稍減 5G FWA有望衝出好成績 美國電信龍頭 日前公布第一季 5G FWA用戶 即增148% 年增10.4倍 消費端家用跟7A客戶 各佔57% 42% 已經創下10年來 故往寬頻的最佳成績 我們現在家裡面呢 你可能還是用拉線的 在做那個家裡的無線網路 那只是有時候拉線 是真的會非常麻煩 那你今天呢 如果的未來 它的這個推廣度越來越高 而且5G越來越穩的話 其實連我自己都會考慮說 把我家裡面或甚至於公司 你就直接換成5G FWA 我覺得其實會對於我們來講 建置起來也很方便 5G技術會如此普及 主要在於可以運用在生活大小事 大到園區 現實規劃 小到家庭生活 都能通過高效率的5G技術作業 根據全球金融數據 供應商研究預估 中國大陸 美國 日本等國 從2020年起 每年投入在5G相關建設或應用 金額高達2600多億美金 推估到2035年 全球5G產業總產值 將達到3.8兆美金 講5G的話分兩部分 一個是在我們倉庫內 另外是在我們的運輸過程當中 那5G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它的一方面是速度快 它的速度大概 傳輸速度大概是4G的10倍 那它還有一個最大的特色是 低延遲性 也就是說呢 我們在這個訊息的 資訊的接收 以及傳遞 能夠更及時 沒有斷點 越來越強調整個數據化 還有整個科技化 當5G開始越來越普及的話 對整個資訊的 即時的傳遞 是會有更有幫助的 民眾要求快速 方便廣泛 5G固網 設備越境 能滿足各項需求 也讓5G FWA 後世看長 TVBS新聞網信堂藍玉迷 台北採訪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哦